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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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本期呢是一期GET READY 我 今天呢主要就是想画一个眼镜下至的妆容 最近眼镜下至 雖然说眼镜下至的这种画法好像在前年还是在去年的时候就特别火 但是最近呢又火了起来 所以说呢我也准备来画一下这个眼镜下至的妆容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是从早录到黑 所以等会儿切到素颜的镜头呢 是一个大白天还有阳光的时候 现在是打不光太阳早就已经被我山外边黑亡了 就是因为我画太多一路就录了三四五个小时左右吧 行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变身之旅 那在开始前呢我还是先戴一个隐形眼镜 现在取下眼镜 以前更恼火 之前吧我可能200多300度度数涨了一点 真的取下眼镜什么都看不见 反正像我们这种近视眼看 只要说是不戴眼镜 就会被别人认为是不礼貌很转 故作高冷 故弄玄虚 暗度陈仓怎么可能了 只是单纯的看不见了 每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都特别紧张 整个就是不敢讲话 今天戴的这个隐形眼镜呢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戴上去眼睛特别亮 牌子呢叫做co fancy 这个色号叫纯情蓝家 它上眼吧就感觉是那种似混非混的感觉 又觉得是混鞋款吧 又觉得不怎么混就是似混非混 算是比较自然的款式我还蛮喜欢的 你看这边呢就是在室内光鞋 这边是在阳光下边 其实最近我买了好多好多隐形眼镜 这个系列的隐形眼镜我也全部都买了 而且它们我不知道是渣女文化圣形还是怎么样 我给你们念一下它的色号 刚刚我戴的那个不是纯情蓝家吗 纯情蓝家算是一个棕色 还有一个色号叫做痴心海王 蓝色 然后这个蓝色也蛮好看的 也算是那种似混非混自然款 单看镜片的话还蛮可爱的 长这个样子 因为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带日泡嘛 但其实日泡带久了 对眼睛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会反吸眼睛里边的水分 所以我的眼睛呢 感觉是比以前更干了 特别干特别敏感 但是我眼睛上的这款系列 就非常的舒服 最近还蛮喜欢用它的 不是特殊时期吗 之前在上海办了几个脱唇毛的疗程 虽然效果很好 但是有一中途时间太长 然后这个毛又长起来 现在没办法 又就把唇毛刮掉 因为唇毛就是非常影响美观了 你们知道有的女孩子可能长唇毛 长到这边会觉得 蛮可爱耶 她们的小绒毛 可是我的可不是小绒毛 我的是又大又粗又硬那种黑毛 非常不OK 刮了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 开始换底妆 我好像很多年都没有录过这种 边化妆边和大家聊天的视频 今天的底妆呢 用的是兰蔻的精唇气垫 这个气垫我真的是在视频里面推荐过 8888万次了吧 真的好像经常有说到擦一下 它壳子已经被我用的超级脏了 擦一下 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周围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它 我觉得它呢也是爱不至少 但是硬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用的太快太快了 也有可能是我经常用它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它用的真的是特别快 然后现在这个的话已经被我用的 基本算是感觉都压不太出来了 感觉已经被我炸干掉没有了 但应该还是能用最后几次 我还算是蛮紧约的了 但我真的感觉它可能已经坚持不怎么住 已经用不了几次了 但是好在之前兰蔻不是给了我一个超大的 精唇系列PR礼盒吗 然后呢 我里面还有一个全新的精唇气垫 所以我这里用完之后 那个可以立刻给去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情节 或者说是习惯 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不带某样东西 就可能内心里边会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或者说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像我出门的话 必带的东西一定就是手机和这个气垫 如果我不带它出门的话 就觉得特没有安全感 我出门的话一定一定会随身携带它 虽然说它是我用的最脏最脏的一个气垫 但是呢它也是我最喜欢最爱的一个气垫 它上妆的妆效呢 其实特别特别的细腻 就是有一种柔筋的感觉 自带的微亮高光的感觉 虽然亮吧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腻的那种亮 你知道有的那种亮就是看起来油油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油腻的亮 就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看的那种光泽感 然后凑近看的话就是那种有发光的通透感 就是这一块 这边脸呢已经用过了 这边脸还没有用 其实吧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妆效 就是阳光的妆效 感觉就是把擦阳的余晖 撒到脸上的感觉 Oh my god 我真的是一个湿润还有湿情化的感觉 然后这个气垫对我来说 它滋润度也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皮肤不是偏干吗 记得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气还比较热 那个时候用也没有问题 然后冬天用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它的滋润度对我来说也妥妥 完全的OK 完全OK 它就是那种让整个妆在比较贴的同时 还有一点润润的感觉 因为里边毕竟添加了精华 它的成分就是和精纯面霜添加了一样的成分 那个成分我现在完全可以背下来 叫做制真玫瑰精粹 所以它也有一个养肤抗氧化的功效 在带妆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特别紧绷的感觉 但是呢我还是提上说 护肤的事情就交给护肤品来做 不要想说靠着一个气垫就把气垫当做护肤品 我们的护肤呢还是要把它交给早晚的护肤工作来做了 不过说呢如果一个底妆 它在把妆效做的特别漂亮的同时 还能够附加了养肤的功效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real井上添花的一个点 我每次用完这个底妆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看着太阳下的自己的皮肤 如果是有喜欢就滋润 然后又带有一点微微光子感 朋友一定要试试它 我真的好喜欢擦哦 整个就是好看又套气 显得阳光下边多欣赏一下自己美丽的结婚 接下来呢这下我的lego遮瑕棒式covermark 这支covermark我大概买了两年多了吧 一直没有用完 感觉它有点太干了不太适合我 像我这应该算是一个坏毛病吧 就是一个东西我用不完的话 心里边老是会惦记它 虽然它不好用 但是我每次都会给它机会 每次都会给它机会 每次试下来吧 就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合适 但是吧我都花钱买了 我又舍不得 但其实这一支covermark呢 它没有那么的不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它比我手上类似的这种遮瑕棒 可能还要好用一点 接下来呢我打算用一下 今买的这个定妆粉 这个是我看youtube上K妹推荐然后买的 ELF的这个眼下定妆散粉 它不仅说是可以给你的眼下定妆 且可以对眼下起到一点提亮的效果 左眼的泪勾特别可看 如果说这个有提亮效果的话 它也会在视觉上让我的泪勾看起来稍微淺一点 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是 它这个散粉这么小 OK没有问题没有关系 它送了一把这样子刷子 这样扫 每次只能蘸这么一点点 然后诶扫到眼睛下巴 太不方便了 我不如直接拿海绵蛋子一沾 诶 这样子 完全不如海绵蛋子来的实在 提亮效果我是没有怎么发现 好像是没什么提亮效果 但是好在粉质还蛮细腻的 总大说还不错啦 反正他们家东西性价比的非常高 说起最近买的东西 最近我真的是买了蛮多 莫名其妙的东西 特多特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完全知道这个东西肯定百分百是脂肠水 不过呢我就想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你太好奇了 怎么可能有龙鼻精油就有东西了 然后还有那么多人去买 然后我买了一瓶 到手 详情页面上写的是龙鼻精油 但是我到手后呢 上边写的是 曼丝落香植物精油 植物精油 你不是龙鼻吗 它上边丝毫没有打任何关于龙鼻俩字 然后呢人家可不是三无 它有生产地址 公司地址 产地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 执行标准 保质期 服务热线什么都有 而且人家这成分哈 不仅写了中文还有英文双语成分表 本品富含玫瑰等多种植物精油 具有滋养保湿的功效 渗透肌肤 补充肌肤营养 可使肌肤滋润柔润 增加弹性和光泽 增加光泽呢 还多于我的气垫哈 所以大家看看现在的商家是有多狡猾 在那个页面里边写的特好听什么 龙鼻精油 它还有对比图呢 一个月前它鼻子是麻洁 一个月后变鼻鼻 怎么会有人信了 大家不要再去相信这种东西了 而且淘宝经常给我推荐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莫名其妙的东西 买太多 我只是太好奇 秉着科研的精神 带着科研的心去一探究竟 但是有的朋友就真的就信了 我上次出那个视频 不是那瘦脸带吗 把我脸都勒烂了 然后文也勒出来了 还有好多朋友私信我说 比比你有那个瘦脸带的链接吗 我想买 种草了 那个东西完全就是没用的呀 别今天说这龙鼻精油 立刻去搜去买它 别 美鼻夹 就说夹这个东西好像鼻子可以变挺 你信吗 我是不信啊 硅胶的软软的 手感还挺舒服 这手感真挺舒服的 长这样 好像鼻子真的变挺了 且呼吸也变得不那么顺畅了 我希望自己呢 是最后一位 为这家店贡献商量的傻子 好不好 买这个精油吗 买了一瓶 然后送了我三个美鼻夹 且它那个美鼻夹 人家款式还不带一样的呢 这也是 A加 哇 这个真的是 不是美鼻夹 这个简直是把鼻子搞得不出气 我的天 我现在鼻子 鼻子完全没办法出气 你只能用嘴呼吸 你们知道嘴呼吸能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吗 如果用嘴呼吸的话 越变越丑的 而且你会变成爆牙 这个美鼻夹简直害死人 完全没办法吃到口呼吸了 这些商家简直全部都是无良 臭货 真给我去死吧 刚才说了那么多话 眉毛才画半根 太阳都快下山掉了 最近的眉毛特别特别的野 就是这下边的杂帽都没有刮 全野生眉 现在的眉毛的话 顶多就算个半野生吧 就不是那种特别野生的眉毛 但是呢 现在就特想尝试那种全野生的感觉 全野生的眉毛 现在太阳逐渐下山 整个阳光已经到我脸上来了 马上下去 光就没了 今天打底呢 从LA girl四四的眼影里边 选这个最浅的颜色 一般来说在重庆呢 天大概是七点多 黑掉吧 但在这边五点多 差不多就开始黑了 我画又多 其实我每次剪视频的时候 都已经剪掉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话了 不然整个片子剪下来 真的就是记录片 只要在杭州录视频呢 我就是一个追光者 追着那个光录 那和重庆相比的话 重庆有火锅 泡尔鱼 还有那种卡卡狗狗的 冲起小面 卡卡狗狗就是那种 小巷子的小角落的意思 就叫卡卡狗狗 而且有的重庆小面吧 它是那种 只有一个小小的店铺 没有位置给顾客坐 然后顾客呢 就只能蹲在那个店铺旁边 我上次呢就遇到过一家 蹲在垃圾桶旁边吃的 不过这种店在重庆是非常火爆的 因为他们味道实在是 Oh my god 只要说起来这种东西 我就拖拖拖拖 特别的激动 白天呢在脑海里吃 夜晚呢在梦里吃 就是我会无时无刻 不怀念重庆的一切的东西 如果说重庆去参加什么 创造营之类的选秀节目 我必定每天给它猛拉票 关于重庆的一切 我想一下 要怎么给大家形容 要怎么说呢 如果说有品牌出了什么 眼影或者口红 有个色号叫重庆 那我的话一定会 以速度70mm 沉默加速度 第一个冲去那个收银台 买单结账 像我家里边的那个香薰 就是因为它的名字才买到 那款香薰的香味呢 就叫做重庆森林 当然王家卫导演的那一部电影呢 也叫做重庆森林 一位明智眼炫的重庆脑餐饭 虽然说呢我是因为它的那个名字去买的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香薰做的是非常不错 它是一个特别小众的国产品牌 名字呢叫做关卡 这个亮片好美 看一下 好美 亮片好好看哦 好居角 而且我呢 特别非常尤其的喜欢这个香薰 讲真我喜欢这个香薰 可以超过这个亮片 虽然这个亮片也超级美了 就是都非常喜欢 如果说和它相知是因为重庆 那和它相爱的话 一定就是因为它的香格魅力 它的香气呢 是那种特别特别自然的玫瑰香气 完全没有脂粉感的那种 就是非常适合东方人的那种自然的香气 代表着春天的气息 又不失高级的感觉 我要把它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重庆森林呢 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更喜欢的呢 是和它同款香气的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系列 我怕这个时候掉下来只能 大概这个样子 这个呢 对一下焦 这个呢是金石香薰 这一款和那个重庆森林是同款的香气 上面呢还有一个罩子 可以把它这样罩住 它们都是玫瑰香气 名字呢叫做玫瑰灵药 金石系列呢是官夏蛮热门的一个系列了 它里边的石头啊 全部都是那种天然的金石 每块形状都不一样 就不像是那种工厂流水线出来的 那么死板 颜色呢也会有不一样 是很手工感的一款香薰 有朋友会问那它怎么扩香的 石头怎么可能是香的呢 它其实有配有一个那种小瓶子 一个小滴瓶 只能把那个金油滴到那个石头上 它又可以扩香了 那个味道真的我非常的喜欢 太阳光呢是完全完全完全没有了 然后刚刚说到 刚刚说到哪里了 突然被中断 我要给大家说这个 就是观夏他们里边其中一个调香诗 就是欧龙里边欧龙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欧龙里边无极乌龙 还有那个Biredo里边也是蛮火的 那个叫啥 Gypsy Water里边 对就是那个Gypsy Water 他们的创造者也就是观夏里边的其中一位调香诗 所以说这牌子做出来的那种香味哈 等一下我现在画卧蚕第一笔不能说话 所以说呢他们的香味都做得蛮高级 然后也是特别的合我的胃口 它的标签是可以定制的 如果说没有买过香薰的朋友 或者说是想买香薰的朋友呢 可以买它试一下 因为我呢是非常的喜欢它 所以说呢我有把它推荐给朋友买 然后呢它其实是很难买的 因为它不是那种手做产品吗 包括那个晶食都是手做产品 所以说线上的话就只能在公众号上面买 而且只有周四才开卖 其他时间呢是不卖的 有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按逛一下 他们在国内的话也是有入住那个莲卡佛 等真正的春天到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给2020年的自己呢 带来一点新的美丽气息 嗯小灵力过来咯 大家好我是小灵力 前几天呢我把旁边这个美女的眼睛抓出血了呢 但是我一点 ok那接下来的话眼瞼下肢 其实画眼瞼下肢的方法算是蛮简单的吧 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深棕色 从下眼瞼的眼中这个位置 开始慢慢的往外边勾 然后往下拉 其实我刚刚画的时候已经画失误了 因为这一边已经全部被填满了颜色 这样就没有下肢的感觉 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 就用沾一点点遮瑕膏 这样往下边慢慢的遮 那这种东西呢也最好是少亮多次 不要一次沾满多 不然它可能会在上边结块 很明显这边眼睛看起来就是要五辜蛮多 现在天眼太黑了 打个灯继续拍 这个遮瑕棒放到地毯上 三秒钟不到 变成这个脏样子 这边全是猫猫 颜姐吓着是吓着了 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无辜呀 我长得是有多坏呀 都说我长了一张坏人的脸 我给你目前的哥哥撒个娇 你目前的哥哥会心疼吗 颜先生呢还是用这把小的斜角刷 现在仍然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无辜感 刚才那一瞬间好像一个男明星 今天呢不太打算要画上睫毛 又是一个突结的状态 所以说为了避免再次对我的睫毛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所以说今天的上睫毛再是不去加它 我特怕把它加坏 这就是化妆的因素 这边化睫毛膏了 这边上也没化 这边凸了 你看这边多貌咪 我这个睫毛的beef after真太明显了 今天呢我打算用这一块other story 色号叫stockiness beige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这块腮红 这一次既然是要无辜介绍妆可爱的话 就把它画到眼下这一块好了 这位高光我真的超级喜欢 买了大概也是有两年经常用它 但是还剩超多 香袋这位高光真的太精用了吧 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高光小粉柄而已 传两代肯定没问题 就传给我女儿那一代感觉完全没问题 打出来的这个光泽感特别好 光泽好看啦 虽然最近胖了 但是还是打算不修容了 因为 本来今天画的眼妆呢就是下肢眼 偏无辜一点的妆 如果说脸上再加一些修容的话 感觉脸上可能就有点偏脏了 就不太适合画修容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打算不画修容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口红这个部分 那今天的口红呢 还是想用上一次给大家分享过的 这一支CACO的双色尘幼 哦 双头 双头 什么是双色 明明就是一个色 这种土橘色我真的喜欢好多年 现在还是特别喜欢 今天选的这一唇又颜色和藕的腮红和这个眼影都还蛮呼应 然后呢 我需要做一个头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哦 反正我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最近头发看起来特别少 特别薄 是因为之前吧 我去把头发打薄了 头发打薄之前 我头发真的是太厚太厚太厚了 本来发量就多 然后头发又厚 整个就捂到里边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就去打薄 打薄第一次之后呢 我就不OK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特别清爽 特别飘逸的感觉 我要那种飘逸的感觉 结果再次打薄 OK 就成现在这样 卖几根了 头发整个就塌下来 这个头发没打薄之前呢 虽然也没有特别烹 但是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贴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打薄两次之后 头发特别扁到不行 现在呢 我要先打算 把我的头发加烹一点 不过加烹之前呢 我得先在鼻子上 加一点腮红 增加无辜感 下巴上再加一点 这个腮红真的蛮好看 妖妖橘色 感觉现在比刚才 要更加无辜一些了吧 现在的感觉呢 好像就是 哈 我的鼻子好像被枯红红了 然后下巴呢 也被外边冷风呼呼给摔横了 无辜感 被蹬 现在的形象呢 有点像 动力火车里边 直发的那位老师 诶 当然不是说那位老师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 把我头发弄碰的东西呢 我用这个 脾气蓬松器 脾气这个牌子还 性价比特别高还蛮好的 我之前好几个加板都是这个牌子的 先把它调到一个180度 它加出来有点类似于那种很多年前流行的玉米薰 所以说呢不要把它加到外层 加到里边就好 像我头发是属于那种特别粗硬的发质 其实细软的发质的话 加两颊头顶立刻整个就喷起来 像我头发粗硬的话 加的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 我选择的温度呢是180度 大家看情况而定 我不太建议大家用太高的温度哈 如果说你的头发发质受损越厉害 越严重 或者说是细软发质的话 其实可以试一下160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发量相对而言算是比较多的吧 特别是和周围的朋友相比哈 不适合地视机前的朋友相比 是和周围的朋友相比 像那种发量少的这两边 稍微加一下就可以碰起来 你看这刘海也是我自己剪的 过年在家真的不应该手剪 你看这剪的什么刘海啊 给麻姐剪的特好 给自己剪的就不行 很多事情给别人做OK 给自己做就不行 先把头发梳一层过去 然后要把我们捧蹭的地方 拉起来 对 开始 放一下 放一下 然后把这边的头发都给卷一下 它这个真特别厉害 我头发算是粗硬发质 那种细软发质 稍微加两下 发量看起来就爆炸 但是一定不要卷最外边那层 把里边的卷掉就好 你看 现在已经开始喷起来 刚刚是贴着嘛 现在已经喷起来了 来卷完了 大家看看 这边呢是用这个 脾气蓬松器 搞过的 就顶成这样 这边没有弄过 就是这么神奇 我以后真的这辈子 再也不想把头发给打薄了 打薄了真的 头发贴着头皮可太不好看了 OK加上后头发呢 看起来就是要顺眼蛮多 现在呢就是整个头发把头包着 头发把头包着呢 就是会显脸小显头小 其实我现在看起来胖一点 也没有关系 我现在去换衣服 变身啦 换好衣服回来后呢 好像也没有特别无辜的感觉 试一下这个 这个可能还行啊 这个形式还行 就是吧 这个做得点假 这个带起来 无辜感太足了 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个小乌龚 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个小乌龚 我现在出门拿快递 带着我这个美丽又乌龚的点减夏子妆 出门拿快递了 OK 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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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